台中市一百一十二年度首度的追加了预算 总金一百七十二亿八千多万元 十三号是送议会设议 其中台中贡务节经发局换了个名义 追加了三点五亿元 但却遭到了民进党议员炮轰 认为根本就是灌水偷渡预算 而六度流标的台中巨段也要追加三十四亿元 总经费高达九十九亿 台中市长卢秀燕第二任期首次追加预算 总共一百七十二亿八千多万元 十三号送议会审议 其中台中贡务节要追加三点五亿的预算 遭到民进党议员炮轰 今年贡务节本预算四千五百万 我们追加三点五亿换了一个科目 换了一个名字 那根本是换汤不换药嘛 追加了相当于本预算的八倍 这个是违法追加的预算 绿营议员不满 去年金发局原本编列四千五百万元预算 又突然追加三点五亿 还故意换一个名目 连续三年都用相同手法 质疑金发局藐视议会决议 我们预算编列比较前面 然后议会决议在后面 我们来不及调整 今年开始编民营的预算 我们就依照议会决议来办 这一次也要再追加三十四亿 预算从六十五亿变成九十九亿 恐怕又得再上演一波共访站 记者参与您右上